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内安全气囊统统爆开 而一旁则是遭波及的祖孙女两人 几台车这样子碰撞 然后其中有一台就很严重地打咚咚咚咚 撞到我们的车子上面 那当下我们车子的安全气囊两个都爆开 子女跟爸爸也都受伤 当下是紧张 真的我们到现场的时候真的是吓坏 老人家受到惊吓 所幸没有大碍 而这起恐怖的车祸发生在31号凌晨3点 相信男子开着白关名车车距 凌晨在平溪跑山 结束后准备往基隆 但好几辆车子逆向行驶 黑色轿车违规跨越车道 失控撞上顺向车 往前滚了四圈 再撞上送报车才停下来 而朋友的车子也撞成一团 当时最无辜的就是送报车 孙女载着爷爷凌晨送报 却被波及 警方获报对在场做驾驶进行酒测 没人酒驾 但危险驾驶 这些违规的车友 涉及了两车以上禁诉 可能被开罚最重9万元以下的罚单 逆向行驶最重罚1200 任意变换车道罚1800 再看一次这惊悚的翻车画面 隧道内危险驾驶 不但自己把名车撞烂 也害得祖孙女两人 身心都受到伤害 三圈代表陈绍思郎先播导 救护车十万火急的抵达车祸现场 一进隧道有热心民众帮忙 协助指引伤者方向 再往里头一看 沿路都是车壳碎片 经过的车辆全都往右侧扣边停 因为黑色轿车受到撞击后 横躺在双向隧道中央 出意外的一共四辆车 除了送报爷孙的白色国产车外 其中两辆是同款的双门跑车 新车要价500万元起跳 另一辆则是同厂牌的百万名车 车上个别是一个驾驶 带一个乘客 以示出油返程中出意外 地点就在基平隧道内 属于基辅公路的路段之一 另外还有平双隧道 以及过岗隧道 不过基平隧道全长2612公尺 相当比值 就怕会成为下一个 车手爱好的竞速点 因为隧道内属于 比较密闭的空间 改装车辆排气管 可以重踩油门 引擎的声浪也会随之提高 发出轰隆声响 宛如爆炸声 车友们都戏称 这是炸隧道 先前还有驾驶 在基平隧道内 油门一踩似乎就忘了放 时速高达192公里 足足比限速50公里 多出了142公里 持上两万四千元的罚单 在基平隧道里头呢 都会有像这样子的 测速照相机 不过却有车友出奥波 说只要拿黑胶带 把镜头整个贴起来 就会照不到他们 但是呢 这样子的行为 如果被抓到 后方有监视器 都可以搜证 可能会触罚 警方每日均会定时巡视 检视 任意破坏或窃盗 都是违法的行为 警方表示 未来隧道内 是否要加装区间测速 这部分也在研议当中 但最重要的还是驾驶人 得依规定慢行 否则除了车祸 害到自己又伤己无辜 三里新闻 江文贤 刘景 新北市报道